鯧魚下鍋炸 這就是一般市面的乾煎鯧魚的做法 火候的拿捏很重要 將關係到烹調後肉質的彈性 另外大廚還特調了醬汁 準備淋在上口 有別於一般紅燒 使得鯧魚更顯的香甜 這就是業者所推出的乾煎經營醬 醬汁都是由我們師傅特別調製的 它出來的跟我們傳統的台灣 我們所謂的料理紅燒有點雷同 但是醬汁是師傅特別調過 不像我們一般的傳統 它是用醬油下去焦零的 它的味道會比我們傳統的台灣的做法會更香 西枝牛柳是餐廳另外一道招牌料理 牛柳是牛肉最嫩的部位 中西合併的創意烹調呈現不同的風味 它是一道西式的醬汁中式的做法 它的醬汁是西式我們所謂吃牛排的牛排醬汁 當然這醬汁是由我們師傅自己特調過 然後用來我們中式做法 所以它吃起來有別於我們一般傳統的醬汁 一隻又一隻的海蝦 大廚正處理油炸後的蝦身部分 這就是羅曼大海蝦 是一道做工精緻的料理 蝦頭它另外處理是讓你吃到這蝦食的酥甜 那因為它這個蝦食跟蝦肉 它是分開處理的蝦肉因為它經過另外的處理 它本身除了整隻大海蝦之外 另外我們還用新鮮的蝦仁下去 弄在那個蝦肉上面之後再去做調理 所以蝦肉跟蝦頭是要分開的 而天氣冷 業者推薦 不妨來到甲魚燉烏骨雞的中藥燉湯 既滋補又養生 它有個特殊名稱叫做霸王別姬鍋 它鰭是水中之霸 那個再跟烏骨雞下去燉 所以之前的前輩就把它取了一個 這個很特殊的三國的名字叫霸王別姬鍋 那它裡面就是甲魚燉烏骨雞 再加上一些中藥材 那這一道湯品很適合四季都可以喝的 它是因為裡面有中藥材 所以它很溫和 很滋補 那因為甲魚它又含有很多的膠質 所以這個不管是男女老少 都很適合喝的一個湯品 為了做出別具風味的創意料理 業者強調從食材的選購就嚴格把關 新鮮是首要關鍵 透過精湛的廚藝才能烹調出 一道又一道的美味佳肴 也為隨之而來的尾牙圍爐及喝春酒 帶來另外一個取向的消費市場 中佳新聞永和產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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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